字幕提供 剛剛講到嘛 就是你如果小孩願意你投資他 那就還至少不會浪費嘛 但如果說他是否興趣的話 就隨他發展 我昨天還在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之前我在節目也講過說 我到底要讓他念哪一個私校 這件事情 所以曾經有人告訴我說 我跟你講 你投資孩子其實就是投資你自己 你投資他嘛 那他有很好的發展 你幹嘛那個問題 對 就是投資你自己 就有人曾經這樣告訴我啊 所以你讓他讀好一點的學校 這個誰告訴你的啊 我一個朋友 那這樣怎麼會呢 這個養兒已經不能防老了 你一定不會回來 不是不是 聽我說 回不來的 要當作公德 他的邏輯是這樣 你投資他投資你自己 不是要靠他來養你 而是他不要來啃老 他把自己省了好 對 所以你現在投資他 其實就是防止他來啃老 那我覺得這有道理 所以我想說好 我送他去念好一點的私校 但昨天又有朋友跟我們講說 因為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我有個朋友啊 他爸爸把他公道念到美國 然後念到博士 然後他是在戲國 到一個高階主管 他就不回來了 那不回來也就罷了 不回來就罷了 他還也不會給爸爸媽媽錢啊什麼 都完全沒有 那我知道的是說 他前一兩個禮拜回來 回來我就看他臉書嘛 怎麼才回來又去泰國玩呢 他兒子 對 這個 我這個朋友 那泰國玩回來呢 又看到他回去了 就是在機場有PO跟朋友 歡送的這些照片啊 那我就很好奇 我就問他說 你都沒有回家喔 他說回去幹嘛 我說你過年也都沒回來 因為其實他父母 我們也都認識嘛 我說你過年也都沒有回來嗎 他就講說 每次回來只會囉嗦啊 回來幹嘛 所以這個讓我有點覺得說 好 那今天我如果投資我兒子 好啦 他不來啃老我沒關係 但是有一天你是血本無歸啊 因為連親情都沒啦 你知道嗎 所以我太太就說 我覺得我們做到 我們該做的就好了 他如果真的有心要到國外念書 他就要靠自己 那種靠自己 然後公費去念書的 他才會珍惜他得來的成就 那就算沒有感謝父母 那至少父母也不會有遺憾 你知道嗎